講開醫療服務問題 政府醫院建議那些月入一萬元的人 都會去服用那些五萬元的藥 你看你死人想樓賺多少錢 五萬多元蘋果報紙 五萬多元的藥 為甚麼 那標靶藥 他這位很諷刺 明知窮等人家 一萬多元他叫你一個月介紹你的五萬多元 他就包著你的好 捱著 有些人還傻 搞甚麼無叉叉的靈芝 最貴的靈芝是甚麼 我看了報紙這段事 搞了二十多萬多元 他已經窮了 老公賺一萬多元 他以前說有夠了 你說五萬七元一個月 一劑一個月一劑 講到廢話了 一劑嗎 沒有 我都說你醫管局 買藥物這幫人家 那天有些人問我 郭先生 你們說字幕這麼差多粗口 我說你聽我二十二年前 在文化中心的演講 有沒有粗口講過 有劇情需要 對著這幫人家產 你不講粗口 如果上帝批准授權 我開槍 又打這幫人家 打 我馬上開槍 告訴你 我沒有上帝授權 如果上帝授權 給我有這個權力 可以對這幫殘神開槍 打開槍 我一定在那個時間開槍 如果還有法律授權 給我 可以執行那個法律 一定用到去盡 要打靶就打靶 要中心監禁 中心監禁 講粗口 一上頭 講著這幫殘神香港 包括那些人政棍議員 你找個人 上帝授權 上帝授權 給你郭某陽開槍 我馬上開槍 不要說講粗口 講火來 你聽我二十幾年前的 已經講在文化中心 有沒有講粗口 所以有很多人喜歡我講粗口 你媽媽差少 應該媽媽厲害些 她媽多兩下 就入我掃吧 是吧 還有要提醒大家 我現在這些走役才藝節目 這些粗俗時評 這個時候 根據劇情需要的 你想聽一些 《自由淡定》 《聲線溫柔》 那些人請你去教堂 一會教會 一會佛堂念經 就不要開咪聽我的話 我們不適合這些人聽的 是吧 沒有人叫你來聽的 是吧 又不適合你來聽的 那現在的確有些醫生很無品 走去偽造病人 多勞 騙藥都夠膽死的 那些很少 你頂上一角 很多很多 你計不到 這個是手段低 是 很多很多很多 有些人就串謀了 就給多些貴藥 人家就寫假病紙 有個個 賣假病假紙 有個個 還有寫些 被人拿些藥 那些人拿多些藥 就去藥房 用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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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賣奶粉 現在整個 醫療行業 是有小部分 上年紀的 是有醫德的 因為現在很多新出來的 社會壓力這麼大 你走去 又要去 就算去政府醫院做 或者去香港大學 你應該都要這樣做 工作的 做到你心慌慌的 是吧 這個就是你回歸後董建華 搞這些 垃圾文化出來 那些行政改革 最早就是英國人搞出來 醫管局 1984年搞出來 中英會談之後 84年後 應該是87年左右 88年左右 就有醫管局 英國人離開 怎會搞好東西給你 這個就是一個社會最大的毒樓 商好社會的金錢最厲害 你家人有一個人病了 整個家人都不開心 不見錢不成 那些人都沒有鬥志 拖到你窮為止 拖到你死為止 你要賣一層口的 你病搞到你 所以你是中英政府插手你的 大哥 是吧 你中英政府責任保護你 那些子民 總有政府 記住那些醫療都還沒搞得到 在國內 搞得到你 但你中英政府有責任 要揭露這些客幕出來 你逼香港政府要改革 整個醫療制度要改革 我只是說你工廉會樓下 這麼差多些診所 你就擴大多些 找你那些左派集團 那些中資集團 捐錢出來買多些現身機 儀器放在那裡 這麼多退休醫生 是吧 這些就要做 這樣問分碎帶 病就是